大家好,我是Joseph 这段影片要来跟大家update这个XLU 它cover code的情况 那XLU呢,从我们开仓的价格呢 58点多呢,那跌到现在57点多 那Joseph呢,决定转仓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呢,这个code的部分 就是show code的部分呢 它的在Joseph转仓的时候呢 它mid的呢,已经剩在0.3级了 0.3级呢,我们开仓的时候呢 show code呢,是1.5多的权利金 所以呢,这里剩的权利金呢 只剩不到20%了 再来因为这一段下跌 所以这里呢,剩的不多 那为了保护我们long code的部位呢 所以呢,这里Joseph建议 你把这个show code 收回来 然后呢,把这个你要卖的code呢 转到下一个weekly的周期 也就是5月1号 下个礼拜五 所以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这样做啦 这里我们这个delta呢 已经剩百分... delta已经到了0.3左右啦 0.3左右呢,也就是剩的权利金不多 那这种leap cover code呢 你的远期的权利金呢 会随着时间流逝 而且会因为这个价格而改变啦 所以为了保护这个部位呢 所以转仓呢,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这里呢,Joseph关的时候呢 这里是0.38 那我们要卖另外一个 那这里的价位选择呢 因为他这个last跳得很快 所以呢,Joseph看到的时候是57.3级的时候呢 Joseph选择一样卖在50delta的 所以这个是权利金比较多 这个卖的时候呢 Joseph卖的时候是1.5级 所以呢,等于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又收了不少的权利金 那我们来看远期的call 那我们看远期的call这里呢 我们是看9月的这时候 这个时间呢,还剩150天 那它的delta呢 从之前的点7 跳到这一点67 所以呢,它再下降一点 那我们开仓的时候呢 这里记得是大概8.8 所以这mid呢,剩7.7 所以呢,大概 如果我们不转仓的话呢 这一次它下跌2%左右呢 那我们的因为show call的权利金呢 所以应该会持平 因为这里少了一块 那我们的权利金呢 收了一块多回来呢 所以部位呢 基本上是打平的啦 那这里呢 因为不知道XLU呢 会不会继续跌 所以呢,Joseph比较贪心一点啦 这里卖的 这个权利金呢 就是卖的比较近 就是做57.5 57.5的部分 那另外一点啦 Joseph是跟的价格比较近啦 这里有两点考量 那第一个呢 是进入到5月的时候呢 因为财报季结束之后呢 很多这个股价呢 还会再做调整 在股市里面常说 Sale in May 也就是说呢 在5月通常 在财报季结束之后呢 没有什么好消息 所以呢 通常5月份呢 跌的机会会稍微高一点 所以呢 在Sale in May的情况下呢 Joseph比较近啦 就算它 在高过这个呢 也是挺难的 我们再看一下 现在是57.5 那你这里的权利金 是1.5的话 也就回到59 所以呢 现在还在跌的情况呢 那在10天之内 这要涨3%跟4呢 在这种 指数基金呢 是比较难的 在疫情严重的情况下呢 虽然公用事业股 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但是 很难想象在短时间 可以涨了这么多 那如果涨这么多呢 那对于做YouTube来说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就是突破show code的时候呢 应该怎么样调整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 Joseph都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 也是保护你继续下跌的部位 另外就算突破了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学范例 不管怎么样 来说呢 这个都是非常理想的部分 那有没有考虑卖57呢 Joseph那时候没有想特别多 而且那时候离57.5比较近 所以没有考虑卖57了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卖57可能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啦 Anyway 这一次转仓的时候呢 这里呢 大概还会带来 这个部分呢 会带来1.5左右的收入 那前面的权利金呢 是你要付出0.3及将近0.4呢 收回 所以呢 一来一去呢 你这个转仓呢 大概是1.1 1.2左右 这让我们 这个cover code呢 现在是持平的部分 那我们如果来看这个risk chart 所以注意呢 Joseph这里已经做过调整了 这现在呢 我不是做4月21的部分 我是做4月29的部分 看这个快到期前 这个部位是怎么样 所以在快要到期前呢 这个部分呢 你还可以再跌 可以跌到55 所以大概还有2%左右的跌幅 那涨的部分呢 其实你只要时间到了呢 在这一段区间里面呢 你的cover code都是赚的 所以呢 这个cover code呢 在IV这么高的情况下呢 它可以赚的这个比例啊 空间呢都很大 那 这个又是一个ETF 所以呢 它的涨跌呢 比较稳定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收取每个月 甚至是每周现金流的机会了 Joseph会继续关注XLU 这笔交易 如果喜欢的话 请订阅 like 留言 让Joseph知道哦